反而比较稳定 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提供我一位参考 也百思不得 也许你其他人有答案 不过我习惯要等于空的 来取代is blank 这个地方我们按确定 他就会如果这边空的 他就空的 如果有东西他这边就有东西 这个做法跟后面一样 再来的话客户部分 也是要把客户编号建一个清单 做个下拉清单 这个还记得吧 从资料里面的什么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清单 客户编号 这边按F3 这个前面讲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带过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向下拉001 就会自动帮我带出其他资料 那这怎么带 其实很简单 用V路盘数 去抓什么 抓那个B3的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去对照表 客户 所以我有建一个客户的对照表 就这一个 好 找到第二栏 就是他的名称 第三栏就是他的电话 第四栏就是他的地址 然后分别把它放过来 那一样在前面多加一个一幅 如果里面东西就是哪一个 B3如果是空的 那其这个里面也是空的 比较不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这边选的 如果没选的话 其他这三个也会是空的 二三四 OK 所以选一个 好 再来的话 这个商品编号 到底也是一样 在商品这边 一样可以建一个商品 就编号的一个名称 然后一样在这边建 那这边就要建立的时候 请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这边就要这整个范围选起来 那以后呢 每一个都可以让你下拉 OK 那我们这边要选一个 那就带出其他的 那带的方法跟前面一样 所以我们从商品里面带第二栏 商品里面带第三栏 用VIP函数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就不显示 OK 可是比较特殊的是前面的序号 哎 你想说序号怎么产生 为什么序号点一下 它会自动跳出 01,02,03 怎么做的 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 用一个函数 哪一个呢 刚才用过 其实用Raw就可以了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利用那个Raw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减式与参照里面的Raw 然后按确定之后 它会是7 所以怎么办 减6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01 你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再把这个减下 我们前面有讲过 插入函数 用那个 最简单的文字里面 有一个格式化的 专门做格式化的 叫什么 TES 有印象 有印象 好像我们用它做 000 三个 所以它的值 然后它的format 就给两个00 就可以了 它输来就是01 按确定 底下向下填满 可是它好像不应该出现 很简单 再减下来 怎么样 判断 插入函数 这个也是一样 逻辑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它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也是空的 反之我就是有东西 就这样 其实其他都是做法都一样 所以我就 不赘述 我就做一个代替一下 向下填满 有没有 不该出现就不会出现 那数量的话呢 我这边是 用那个直接输入 12345 最多五个 清单 这个好像之前也讲过 所以拉移 这边就会 把两个相乘的结果 把两个相乘的结果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